男孩独自走夜路回家时 一旁树丛开始诡异地晃动 当她往前面看去 初恋女神竟然出现在眼前 还没等她开心多久 突然窜出两个拿着电锯的怪物 丹妮惊恐地连连后退 正想跑路被男孩吓倒在地 而刚刚的面具怪物也是假扮的 为的就是让她成为小镇最大的胆小鬼 这一幕被莉安娜看在眼中 好感度蹭蹭往下掉 在学校也会身败名裂 眼睁睁地看着埃里克搂着女神离去 两个小弟紧跟着补上最后一刀 丹妮纵有万般愤恨 也只能认栽 正如埃里克所言 她确实是个胆小鬼 晚上睡觉 不仅要开着电视和收音机 就连灯也要全部打开 女人走进来感到无奈 丹妮已经13岁了 不应该这样害怕 她将所有设备关闭后离开 房间内陷入一片黑暗 突然窗帘猛地收缩 丹妮吓得强迫自己快点睡着 可就在这时 床板居然震动了一下 难不成床底下躲了个老王 起初她还以为是幻觉 刚想继续躺下 整张床开始剧烈晃动 这被楼下的母亲听到 可会想歪 丹妮连忙往床底看去 一段诡异的声音传出 她瞪大双眼看向面前 巨大的漆黑身影缓缓站起 最终幻化成一个人形 丹妮腿软地动弹不得 怪物渐渐朝她靠近 暗影沙哑表示 永远不会伤害所藏身的床底之主 随后便打开窗户离开房间 时间一转眼来到早上 丹妮和好友诉说昨晚的事情 彼得认为这是一场噩梦 他们刚想进学校里面 丹妮无意听到女孩们 讨论昨晚发生的事情 两名学生在公园里被袭击 高大的凶手 直接把男孩的胳膊弄断 根据男孩向警方描述的模样 那个男人又高又瘦 并且穿了一身漆黑的衣服 整个人没有一丁点生气 丹妮很快联想到暗影 暗影再次从下面钻了出来 嘴里重复着昨晚说的话 永远不会伤害所藏身的床底之主 丹妮抓住她离开的瞬间 按下快门 闪光灯在关键时候坏掉 没能拍摄到决定性的证据 而暗影已经被全阵张贴警告 学生都在讨论这个疯子 夜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丹妮想从彼得口中得到建议 暗影连续五个晚上出现 就算试图告诉家人之类的 他们根本就不会相信这种事情 因为丹妮是个胆小鬼 这些很可能都是想象出来的 丹妮急忙邀请彼得来床上见证 但现在谁都不敢在晚上外出 丽安娜和埃里克也因此产生裂缝 她的袋数没人辅导 很大几率会挂客 埃里克连忙拒绝这个请求 让他晚上去做辅导 不是找死吗 丹妮意识到机会来了 晚上暗影照常从床底钻出 她连忙问道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两人各自走出了家门 丹妮很快来到丽安娜家门前 既然埃里克不愿意辅导 那就由她来做 赶在恐怖的夜晚孤身前来 足以证明丹妮的勇气 丽安娜赶紧将她拉进房子 而暗影就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当埃里克反应过来时 丹妮已经获得了女神的青睐 两个女孩也离她而去 丹妮成为了最有种的男人 不少人都希望她能送自己回家 这时彼得走过来要求单独谈谈 因为昨晚暗影干掉了莫菲 而她就在彼得家隔壁 她开始相信丹妮的话 应该把这件事公之于众 避免更多人受到伤害 可丹妮却不想这么做了 没人会相信这种话 更何况她现在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他们全都听凭丹妮摆布 甚至得到了丽安娜的芳心 昔日好友就此破裂 埃里克突然出现打断思绪 她再也忍不了嚣张的丹妮 虽然父亲提醒她在学期结束前不要动手 避免被游泳队开除 但她现在不在乎了 丹妮也不好示弱 这可是难得建立起来的威信 随即提议 今晚九点在公园一较高下 那里是最常见到暗影的地方 这样也不会被游泳队开除 埃里克犹豫地答应下来 丹妮不由露出得逞的笑容 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时 暗影缓缓从床底站起 嘴上依旧是熟悉的两句话 丹妮已经习以为常 叮嘱回来的时候 把床给关上 时间正好来到九点 丹妮在公园等候多时 当她以为埃里克不敢来的时候 她竟然真的过来决战 丹妮假装镇定地打招呼 随后赶紧靠着建筑周旋 埃里克迫不及待干架 只见丹妮连连推到鞦韆上 此时暗影从身后站起 埃里克直接被吓傻了 丹妮得意地看着她 埃里克急忙抓紧时间跑路 嘴上不停让丹妮快跑 现在胆小鬼的身份互换 她还想提醒暗影追上去 可她却缓缓朝自己逼近 丹妮不由埋怨赶紧去 暗影还是没有回答 突然一只手猛地抓住她的脖子 丹妮急忙表示自己 可是她的主人 暗影说过 不会伤害她 此时沙哑的嗓音从身体传出 伴随着惊悚的笑声 丹妮挣扎过后没了气息 凝视深渊的人 深渊也在凝视你 她在享受暗影带来的尊重那一刻 就已经踏进了阴阳魔界 感谢观看